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 仍然跟这个BNT疫苗有关系 好这个呢 因为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个今天要讲到的是台湾 昨天呢因为陈时中呢 他就是有讲到接受了这个访问 谈到这个BNT疫苗的部分 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 因为其实去年呢 这个BNT疫苗本来呢 是要由这个东阳公司说 可以帮忙来进口 有3000万剂的BNT疫苗 但是当时去年的时候呢 陈时中是把他挡下来了 所以昨天在节目当中呢 这个主持人就有问到陈时中 他说他并不后悔 好现在呢终于由民间购买的第一批 有谁呢有这个台积电啦 有这个永龄啦还有慈济 购买的第一批BNT疫苗 终于终于要来到台湾了 预计下个星期就会抵达 好陈时中呢27号就透露这个 拦截疫苗的内幕 他说呢只要对台湾防疫有效 包装这些故技呢都可以接受啦 好对此呢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 张维源就质疑说 绿营你们过去呢抹黑上海 复兴代理的复必泰疫苗说 是大陆制造大陆分装 现在却又改口强调说 他们拦截来的疫苗是德国原厂货 跟香港那一批不一样 但是德国原厂呢都可以帮上海复兴 克制化印上中文字样 上海复兴又何须运装到大陆在分装呢 这样简单的逻辑却把一堆人骗得团团转 好张维源还说这个绿营呢 关于复必泰疫苗的说法 一共有三种 第一呢上海复兴弃单 让台湾呢按照新加坡模式抢单成功 第二呢拦截BNT三小时就决定 好第三种说法呢 是这个民进党前例委林静怡是当时说了 台湾抢到这一批 7月底在德国原厂生产的BNT 跟之前香港不要的那一批不一样哦 好对此张维源说 这个香港在今年2月28号 接收的首批复兴的BNT呢 就是德国直接空运到香港的 今年7月18号呢 香港接收的新一批复必泰 也特别著名是制造 并且在德国厂房封装的 可见这个香港复必泰呢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德国原厂制造的 原厂分装原厂直送 请问台湾这一批到底 跟香港的哪里不一样呢 他痛批民进党这种碰轰的说法呢 还有一堆人负荷简直是被骗得团团转嘛 好现在就连这个台北上的课文者也批评哦 说我们国产疫苗高端呢 把全台民众也是当白老鼠啦 很生气 陈时中就反驳说呢 这是一种市场监测 现在我们下转的视频 就是个两个地方 我们下转的视频 也认为两个地方 怎么办呢 我们下转的视频 是这个地方 都是一种市场监测 我们下转的视频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再考虑 这个视频 事情 那这个视频 那么大臣 予杳了